这里为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 首相单纪里慕尤丁宣布 有鉴于疫情升温 政府决定关闭经济领域 重启1.0版本的行动管制领 慕尤丁刚刚发文告宣布 从6月1号开始将重启1.0 行动管制领两个星期到6月14号 到时除了民生必需的领域之外 其他领域必须全面暂停运作 他还透露政府拟定了 接下来的三阶段方案 如果第一阶段的封锁奏效 政府才会展开第二阶段 也就是让部分的经济领域 例如不涉及庞大人数 以及能够保持肢体距离的行业 再次重开 那如果第二阶段四个星期之后 疫情持续受控 才会进入第三阶段的解封 首先再次的呼吁民众 呆在家共同阻断病毒传播链